开场送五颗头也能轻松翻盘 精英易大师教你如何打逆风场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已经看到我们已经送了五颗头了 就是为了模拟一个逆风场的环境 现在就开始教大家如何打这个逆风场 首先刚开始先不要急 稍微的浓一下野 把自己的等级拉高 毕竟等级拉高了 比如说三等或者四等的时候 才会去考虑再做下一步的事情 再把技能都点出来的情况下 才有做事的机会 但是这只限于一开始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你玩易大师 你想要打一个逆风场翻盘 那么你一直靠农 一直农下去 如果不做这个家事情 是不可能翻盘的 你要做的事情是 想办法拿到一大坨的钱 不是靠农野怪一点一点抓钱 而是想办法一下子搞到一大坨钱 这边我列出了前期 也就是14分钟以前 你有机会可以搞到的一大坨钱 所以你要想办法 就从这边搞到一坨两坨 甚至三坨以上的钱 一定要搞到这些大坨的钱 不然的话 一直靠农野怪是不可能翻盘的 所以这时候看小地图 就变得相当的重要 你必须要一直看小地图 一直看小图 搜寻任何有可能 你可以拿钱的地方 比如这个地方 比如很早之前 我们就看到中路打架很凶 现在发现这个飞斯残雪了 所以我们就要赶快上去 把它收掉 一定要拿到这一坨钱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将会是我们在这一场翻盘里面 拿到的第一坨大坨的钱 这边为拉姆斯抓 问题不是很难 我们不要跟他打 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说 一定要拿到这些大坨钱 一直靠农野怪发育 为什么不行 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想象一下 如果你不是含着金汤池出身 你想要在台北买房子 那你一直靠打工 一直打工 你觉得你有可能在台北 靠自己买到一栋房子吗 是不可能的对吧 不可能的对吧 一直靠打工 是不可能赚到那么多钱的 你确实是可以省吃节用 然后拿到钱 但那也会需要很久的时间 而在这么久时间以内 世界上会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物价也会往上涨 当你存够钱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房价已经不一样 你又买不起了 所以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想办法 找到一个创意的突破口 找到一个从来没有人想过的创新方法 创业 当老板 然后赚到一大坨钱 这样才有机会买得起房子 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了吗 这是为什么 你一定要想办法拿到这些大坨钱 光靠杀也怪 你拿钱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更何况对面也同时在发育 所以你光靠这样永远不可能追得上他们 一定要想办法拿到大坨的钱 这边我们看到拉姆斯在这个下路打架 然后预示者升了 所以这个时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我们可以尽快的过去把这个预示者给拿了 这个预示者是非常的值钱 单吃预示者直接是一颗人头的价钱 再加上如果你拿去撞塔皮 你可以再拿到更多的钱 这边我们看到对面有睁眼插在这边 对面拉姆斯是知道我们在打预示者 而他正在尽快的赶过来 但是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吃得很快 吃得非常的快 我们可以轻松的在他赶过来之前 就把这个预示者拿下来 为什么我可以吃得这么快 这就牵涉到一些技巧了 你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影片 或者购买我的400台币一堂的 打野易大师教学 这个在片尾会有详细的说明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么这边我们会选择去gank一个科加斯 我们刚刚所说的大坨的钱 就在这边直接把它拿下 拿下之后 直接把这个兵线推过去 我们顺便我们路上吃的这些兵 也是钱也是经验 然后再把这个预示者放出来 装塔兵 非常的转这波 在这边我们死要了 但是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这场已经拿下了三坨钱 我们这场已经拿下了三坨大钱 再来gank一次 就把这个外塔推掉 第五坨大钱 这边我们要被抓了 但是不用担心 冷静的应对 不要着急 冷静应对 因为跑恐了 刚才赶快跑 吃鱼了 大家就挡一下伤害 这边球迷感来支援 但是配合的不太好 但是我们这波是打在这个逆风场面中打赢了 我们这第一波短 这个时候看一下我们的KDA 虽然已经是2-9 但是因为我们又拿到了五坨钱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比异象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是很有钱 而这个有钱度已经可以让我们可以单杀对面超肥的AD 这边果断闪上去 直接开杀 因为我很有自信可以轻松杀掉他 OK 我们拿到了第六坨大钱 再把这个塔给推掉 第七坨大钱 因为想要尝试跟凯莎换 但是差一点点没有换掉 第八坨钱来了 那我这个时候干嘛呢 现在我们就分推 往前推 因为这一路上的小兵都是钱 并且我们可以一直推到他们的第二座防御塔去 在这个时候我暂停一下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时刻在我大脑里面想的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我需要做一个非常快速的判断 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我看到有拉姆斯从后面来包我 并且旁边有个菲斯夹我 所以我知道这波估计应该是跑不掉了 所以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在我死掉之前 尽可能能拿到更多钱 也就是我是要跟他们换一颗人头 所以是打拉姆斯跟打菲斯打谁呢 我是觉得菲斯更好 因为菲斯身上有很多的赏金 拿他的话会更赚 而且拉姆斯也比较不好杀 所以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 我做了一个非常迅速的判断 也就是直接去跟菲斯换 最后是成功换到了 并且我们拿到超级大一坨钱 然后我们最后也如愿的死掉了 但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目的完美的达成了 有观众会问 白居易你看 对面都在拆我们家了 然后对面也在拿龙了 为什么我不回家去守 而是一直在上路当孤 在分推呢 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看我身上跳了多少钱出来 没错 这边就要跟大家讲 在中期大家可以拿的一大坨钱 也就是上路跟下路的二塔 他们是600块 也就是两颗人头的价钱 再加上一路上推小兵 拿到的经验值跟金钱 所以玩意大师来说 中期去分推 是一个非常赚非常赚的行为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你得到了很大一片的地图控制 现在你可以 因为你已经推过去了 对面需要有人来守他们的家 所以你现在可以大摇大摆的 直接从这边续做赶到中路去 跟队友打架去支援 从后面包夹他们 而对面会比较少人 因为他们需要有人回家守家 所以对面会少人 所以你这波团战是非常轻松 可以打赢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想要去跟他们逼团 打赢这波团回家 所以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可以做什么 现在直接5v5正面的打团会赢吗 赢的机会不是很大 所以这不是 所以我们不应该做这个选项 那有龙有八龙那些快要升了 要我们去逼吗 也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分推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逛街 应该要想办法去拿点钱 也就是分 继续去分 也就是继续去分推 这边这边我们又捡到一颗人头 非常的舒服 这边又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迅速的判断 我们看到对面都已经逼到我们家这边了 所以这边如果包到后 C波团是非打不可了 但是要打团也要聪明一点打 先抓一个落单的 能杀一个就先杀一个减少对面的敌军人数 OK 这边把这个最重 对面最重要的AD也杀掉了 C波团可以打 直接冲过去 就这样我们又一次打赢了一波逆风团 现在因为对面都死光了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继续分推 这边对面的人还没复活 只有柯加斯跟雷娜复活了 所以我们不用怕直接上去杀他 继续杀继续杀 这个雷娜还敢皮 直接送他下去 然后其他重要的 然后其他危险的人物 对面那些凯莎拉姆斯 那些危险人物已经复活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继续推了 打稳一点 现在我们回家把复活甲做出来了 把复活甲做出来的时候 就希望尽可能打团 而不是去分推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打 最后一样是轻松打赢了 到这个时候 我们的经济其实已经完全追平了 前期送人头送出的那些经济差 已经完全被我们 已经完完全全的被我们消除了 就这样我们轻松的取得了胜利 这是我们最后的战机 从一开始送五颗 到后面切翻全场 完完全全靠的就是纯粹的观念 以及对游戏的理解 就能轻松的逆风翻盘 虽然大家看起来很简单 但到了实战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 在那个时刻的当下 应该做些什么 比如我是怎么判断 什么时候gank 什么时候拿预示者 还有什么时候分推 这些的判断 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指导 或者教学来进步的 如果你想提升你的观念 你想学怎么玩打野 怎么玩艺大师 那欢迎你报名参加我的 这个台币400元 地堂的打野教学课程 在教学的时候 我会先回答你的问题 我会先回答你观念上一些 你现在有的不懂的问题 然后我会根据你的排位 以及角色专精 来决定要教你 来决定要教你什么等级的内容 也就是因材施教 然后我可以让你选 看你重播复盘两把 或者是看你现场直播玩一把 最后我会帮你做总结 已经教你改善的方向 整套下来是400台币一次 有很多观众都会连续买很多糖 让我一点一点看着他们的进步 然后一点一点随着他们的进步 去教他们更深入的东西 循序渐进 收款方式 如果你在台湾 你可以用转账 你可以用银行汇款 如果你在海外的话 可以用paypal 如果有兴趣的 大家欢迎报名 去我的FB粉专私讯我 跟我商量就可以报名了 声明 声明 如果你觉得太贵 请不要买 如果你觉得我在割韭菜 第一 我没有强迫任何人买 第二 我本来就没有把我玩了七年 努力进步 努力得来的经验 免费交给别人 我本来就没有这个义务 谢谢大家 好了 我可以把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